新北风产町 排水量8.3万吨的豪华客临伊利沙法皇后 在1971年本来达本港 准备改装成海上学府 不过这艘豪华轮船在本港停留数月后 突然发生大火,复沉在海面 1976年本来警方政治部和刑事政策部的人员 在九龙红磡荣光街一个住宅单位 破获一批军火 包括六十多磅烈性炸药 四支小型火箭炮和其他引爆装置 警方政治部人员在其后的记者之内会指出 这批爆炸品是美国制造 而收藏的人是有政治目的 在这次行动的前一日 政治部人员也曾经突击搜查港九十多处的地方 搜出一批手枪并且带走三十多人 在明光街的军火案当中 一对夫妇其后裁定藏有军火罪名成立 判处监禁 港府在九二年今日 突然在立法局公布英国统治香港以来 视为最高机密的外汇储备 总资产值大约是2361亿元 累计盈利987亿元 财经界一致认为 港府这么做是要向中方 以致全世界显示香港的财政实力 当年今天立法局副主席施伟延 特别批准立法局会议 可以超过午夜十二点的界限 容许议员对麦里角修订同意的发言 无限时进行 因而创下了立法局最长会议记录 到明天凌晨三点 立法局终于投票通过 单议席单票制 2007年7月15日凌晨三点半 近300部的士 结束由早一晚开始的抗议行动 的士司机 在斑满机场 实施新上落客货规定 昨晚深夜开始 堵塞机场的道路 受到新安排影响的 都是一些电照的士 这批的士 塞住回旋处的出入口 机场酒店一带的交通 陷于瘫痪 运输署和机管局 和的士司机开会 凌晨三点半达成共识 机管局在4号停车场 画出三个临时位 给的士上落客一个星期